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上次呢介绍了 有关这个电感的这个部分的观念 那它的实际应用呢 我们就称之为一个电感器 所谓电感器呢实际上就是一个 电流会变化的线圈 那把它插到电路里面去呢 那就可以调整这个电路这个部分的 电流的变化 能够用来抑制它的变化 等于说这个电路这个部分的电流 要是变少的话 持续的在减少当中呢 利用这个电感器呢 可以把它调整回来 那如果它持续的增加呢 也可以把它再调整 把它变成减向于 趋向于这个减少的一个趋势 这是它的第一个功能 那第二个功能呢 它可以储存这个磁能 那所以它跟这个吸电路 就是跟电容电路如果做成一个搭配的话呢 它们就可以产生一个斜阵的一个电路 就会产生电磁波 所以一般我们称为LC电路呢 就是产生电磁波的一种电路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 有关这个电感器的一个部分 它的一个电感的这个 的一个值的一个介绍 那我们用螺线管 因为螺线管是最常用的一种电感器 那它的电感值呢 它的质感值 就是它的L值呢 它最主要的控制因素呢 大概有三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呢 我们称为导质系数 一般因为螺线管呢 它用的材质呢 是用塑胶管 那塑胶的导质系数呢 就是一般我们就是用μ0 就是这个四拍乘上时的负七次方 一般我们也称为真空的导质系数 好那这个N呢 是它的扎数 好那所以一个螺线管 它的质感值 质感的电感值呢 最重要的因素是它的扎数 因为它跟它的扎数的平方呢 是成正比 那第三个因素呢 我们称为形状的因素 这个A呢 就是它的截面积 L呢 是它的整个螺线管的长度 那换句话说 如果它是比较 粗跟短的这个螺线管呢 它的质感值呢 就比较大 因为它的截面积大 但是长度短 那如果是细跟长的螺线管呢 它的质感值就比较小 所以整体来说就是有三个因素呢 控制一个电感器 就是螺线管的这种电感器呢 就是质感部分的电感值 第一个因素就是材质的因素 杂数跟形状 那我们透过这个立体呢 我们来了解它这个质感 它的因素 以及呢 它的储存的磁能的因素 我们先看第一个立体 这个螺线管呢 它总共有12.57公尺长 那它的这个扎数呢 有1000扎 截面积呢 是10个平方公分 那从这个形状上来区分呢 这个显然它是一个 属于细跟长的一个螺线管 因为它的截面积很小 但是长度还蛮长的 但是它的扎数呢 还不错 大概有1000扎 所以我们求它的质感值 所以根据这个 它的质感的电感值的公式呢 L它是等于μ0 就是12.57 4π就刚好12.57 乘上10的负7次方 那n的平方呢 就刚好是10的6次方 那a的话呢 是10平方公分 但是我们把它要换成平方公尺 所以我们把它再乘上10的 负4次方 把它换成平方公尺 那长度是12.57 所以这两个就刚好可以把它消掉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质感值实际上是蛮大的 主要是因为扎数的关系 那这边就是 这是6次方 对不对 这是-3 -10 所以就变成10的 -4次方 个h 一般来说一个质感值是 1万分之一个h的话呢 算是相当大的一个 一个电感 相当大的一个电感 所以这个螺线管的电感值呢 因为扎数的因素 事实上是蛮大的一个质感值的一个电感器 好 接着呢 我们来看这个一个电感器呢 它所储存的磁能的一个控制机制 它这个就是一个10个mh的一个电感器 它的电感值就是10个毫横力 那这个电感值呢 其实也是相当大的一个电感值 那有10A的电流通过的时候呢 它所储存的磁能 我们来算一下 那这个是磁能的一个公式 它是一种卫能的形态 所以我们用U 只要用U的话呢 就是一种卫能的形态 那这个磁能呢 就等二分之一的电感值 它的电感值呢 是10个毫横力 就是10乘上10的负身 那电流呢 就是10个安培 但是平方以后就变成100 就是10的二次方 所以它所储存的磁能 基本上是相当的大 就是有0.5个胶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主要的是跟电流的平方 是有关系的 除了跟电流有关系以外呢 其实还受到本身电感值的影响 所以一个电感器的电感值呢 影响事实上是相当的大 相当的大 好 有关这个电感器的一些概念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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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